第二節, 將球交給中原 第一節講七運, 旺什麼年齡層, 旺什麼方位 很快我們去到八運, 先講八運由什麼時候開始 八運由2003至2004至2023年 先講八運, 八運由這裡開始, 八運是源於看落書 就是在東北方, 八運的年齡時間是2004至2023年 剛剛好就是20年, 八運和七運一樣 有些地方是當旺的, 譬如正神坊, 凌神坊 正神坊就是在東北邊, 我們適宜這一邊見到山 凌神坊就是西南邊, 需要見到水 我們先講天時地利人和, 先講人和 剛才, 剛才在七運的時候, 我們就說 對掛就是興旺少女的, 而八運也有她自己的掛 八運的掛就叫做更, 更, 即是好像退款俱學的退字 沒有車子, 這個更掛就是代表甚麼呢 如果先講年齡層, 更掛是代表少男 少男想起甚麼呢, 除了小鮮肉之外 少男 想不到甚麼呀, 有甚麼行業和少男有關 我用這個娛樂介紹來說,過去20年,由2004年至2023年,這段時間最興旺,一定是韓國的風潮 很流行韓國的跳舞團,或者樂隊團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整個世界的文化,以前男人喜歡看美女,現在很明顯是女人去看男人,看韓星追風,追捧好男人 而且多了一個 term,叫做小鮮肉,以前我們不會有這樣的 term,你說這個字都面紅,小鮮肉這樣 但現在很正常就是,那是誰見小鮮肉 我講過了,更代表少男,少男是十多歲到三十多歲之前,屬於這個 range 導致Aster所講,那些韓星過去十幾年,真是紅過很多外國所謂的老牌歌手 現在很多少女,甚至乎結了婚,OL,他們都有追韓星這個部分 但不是單止韓星,只要在這個 range的年齡層,都是很受歡迎 現在百運,更掛,香港最紅現在的小鮮肉男星是誰 阿姜濤,你也認識,剛剛開演唱會,MIRROR,還有ERROR193 知道誰是193嗎?193是193,高度 BANG哥 那就可以了,我回來這裡 我認識姜濤,已經很厲害了,不是我零年騰的 MIRROR有十二個人 是嗎?互相MIRROR這樣 是的,我們看回原來,其實未有姜濤或MIRROR之前 香港都有一些男子的組合,即是年輕人 有沒有聽過BOYS啊? BOYS啊?沒有聽過 阿薩,阿嬌你聽過 聽過 男子組合,即是有BOYS 有BOYS 誰在一邊啊?BOYS啊?我也要想一下 我的年代是小虎隊 那時是七運來的 Beyond那些 是的,那時他們都有用口韻吃的 但八運特別是來這個Range的男士 你會看到,在七運就是來口才 八運就是來這一班的男士,年輕人 你會看到,我自己這樣看 這個Range的男士,他們的星圖 以至到他們的事業運 比現在同期的女星高很多 特別是現在我們看到 這一班男士因為他符合這個更卦 所以他們的演藝事業 他們的知名度是會很厲害的 還有更是代表什麼呢? 更是代表手、腳、代表地產 更是代表房地產的意思 更是屬土的嘛 所以在過去的二十年 香港的房地產的事業 都是折折上升 雖然都經過一些時間的低潮 但是整體來說 這二十年香港的樓價是平穩上升 很簡單的 如果你是二零零四年之前 或者之後是買樓的話 你現在都應該 硬硬腳不用做的了 是 升了雙倍 因為我們如果做的行業 是符合那個掛的圓穩 我們就能夠得到他們的利益 所以地產的行業是可以發揮到的 另外更是代表儲存的意思 或者一些舊的東西 所以譬如一些物流業、儲存 或者古董的行業 也是 突然間很興旺 周圍都是鑽錢倉 不是你倉 還有 現在做物流可以做到上市 例如順豐 現在它是大到 都是屬於一間很有規模的 做物流的公司 更是屬土 或是和土有關的行業 例如生產稀土 或者一些貴金屬 甚至乎種東西 過去這十年 越來越多是那些人買快地 或者租快地來種東西 種一些自然的東西 以前哪有人種東西 香港的地這麼貴 現在多了 還有 因為更是和土和山有關 你不見過過去二十年 多了人去行山、露營 除了疫情之外 我沒有 但經常聽到有人有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行山、露營 這個也是和土和山有關的活動 還有 什麼行業和鋼掛有關呢 就是 彈泛鋼 是代表手指、手部和腳 即是指壓、按摩、肉觸 香港都有很多這些肉觸店 按摩 還有和手和腳有關的行業都很多 例如足球行業 都是代表腳 手 譬如射擊、彈琴 一些和手工有關的行業都很輕盛 是的 多了很多做手工簡的人 指甲、美甲 refill gel、massage 突然間 忽然間是成行成士在街上飆出來的 沒錯 多了很多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在不同的園運 都有不同的行業是特別興旺的 因為更是代表手腳 但凡你想到和手手腳腳有關的運動、行業、製造業、服務業 其實都叫做入到這個掛 打字算不算 打字 打字圓算不算 都算的 不過現在的人已經是用語音輸入的 用語音輸入的了 好了 我們講完就是白運那個人 人就是講笑男 十多歲到大約三十歲左右的時間 我們看看運勢從哪裏走到哪裏 我們剛才所講的就是 由東北邊去到西南邊 我們由全球開始去講起 我們以中國為中心點 中國的東北邊是哪個 即是東北三省 韓國 海參威那邊 韓國的突然間興旺也很神奇 好像是一夜間突然間 以前我們小時候一直追日本風 買日本東西 日本式的化妝 日本的Kawai 是突然間 2000年之後就改變了 突然間變成韓風 大家去追韓星看韓劇 韓國的潮流 韓國的食物 是突然間的 還有韓國 因為它是位處中國的東北邊 我們看回整個世界的產業 那時候即是過去20年 最出名的韓國品牌是甚麼 Samsung 即是三叔 有LG 還有很多韓國的汽車都打進國際市場 還有些甚麼好出名呢 譬如在韓國我們 食物 食物 Kimichi 現在是新領了非物質文化遺產 還有這件事 另外就是多了人很多去韓國去旅行 多很多 非常多 以及以至到 譬如亞洲四小龍裡面來講 過去那20年 韓國都是在不斷增長當中 我們會看到韓國 因為它是位處中國的東北方 它就食證這個近卦 亦都可以在這個元運裡面 不斷爆升 還有 韓國過去那20年 它的GDP都是有上升 連帶他們的兄弟國家 即是北韓 其實北韓那時候都是很窮的國家 但是在這20年裡面來講 它那個國力 或者是軍事力量是不斷提升的 它以前 20幾30年前 它是沒有這個核彈的 你想想 它食證這個元運 在這20年之內 它可以發展核彈 它可以挑戰美國 挑戰中國 你看金仔多厲害 可以跟Trump Trump握手的 還有呢 韓國 即是北韓 它在世界那個政治舞台裡面 都是過去20年 有很強的曝光率 因為這個元運 所以見到 為處東北變的韓國 無論是南韓 北韓都好 它都可以在這20年裡面 有一個很蓬勃的發展 那還有沒有其他國家 主要在這一邊 東北變 東北變 跟著我們講回我們香港 我們講過東北要見山 西南見水 香港很多人都會投資 在物業上面 去獲取他們的財富 我們看看香港有什麼地方 在西南見水 我們由這個 香港島開始講起 好 香港島的西南方 屬於哪一些呢 就是海而半島 數碼港 那邊 或者是黃竹坑 過去20年 在港島區 就是那個西南區 都有很翻天覆地的轉變 記不記得香港現在 港島區 除了有這個港島線之外 還有南區多條的鐵路 可以搭地鐵去海洋公園 去黃竹坑 去到海而半島 就是因為在食證這個圓運 所以香港的南區 也都在西南區 在這段時間發展它的基建 然後就帶旺了當地的地產事業 現在以前黃竹坑就會很遠 很遠的 現在搭避鐵 搭兩三個站 由金鐘 很快 很快 以前去海洋公園很大件事 是啊 要搭車的 小時候去了 可能你童年去過一次 然後中學又去過第二次 現在是濕碎 很濕濕碎 還有呢 黃竹坑也都在西南方 興旺了 以前黃竹坑是什麼 是工業區 是一個漁港 我們去只是見客 還有有人住在那裡 但是 你真的不會去那裡 除非有親戚住在那裡 現在黃竹坑就起了很多 一些甲級商下 或者是將那些工廠大廈 改變它的用途 也都我們見到 在港島的西南區 正正在這個八運期間 就有數碼講 數碼講 你都知道 原先就是一個 所謂的中醫藥的項目 現在就變了地產項目 貝沙灣 那裡都是屬於香港區的號站 是吧 我們看到原來 食證的元運 由七運 旺太古城則如沖 這個北角 那個力量就轉移了 轉了去西南方 所以你會見到 不單止在香港的西南方 發展了它一條新的地鐵線路 亦都會看到連帶的西南方 那個物業 那個民生 在那裡就興旺 那這個就是 屬於西南方的港島區那個部分 那我們講完這個 新界區 新界區的西南方 就是由哪裡開始呢 就由荃灣西那邊 跟著由這個 打蟲深井的浪翠原那一帶 都是屬於當王 因為那個是屬於 新界的西南方 西南方它見到水 見到這個吸水 南巴勒海峽那裡就有水 所以 亦都有一些風水師 譬如宋鴻峰 那時還在元運 那時他都搬去那裡 我想想你說誰 沒有東西 那你又搬去西南方 所以西南方就剛剛好 背靠後面就是大帽山 背靠大帽山 而西南邊見到水 就是見到南巴勒海峽的水 見到馬灣對出的水 所以我們說 只要我們住 一個適合元運 和收到水的地方 那二十年呢 就會可以發財 或者是興旺到的事業 我那時呢 在說二千年 還是一九九九 在街上 就撞到我朋友的爸爸 我朋友的爸爸 就是這個玄學 他專門幫人看風水的玄學 很有趣 他的叔叔在街上見到我 見到他的女兒 我跟他的女兒一起 他跟他的女兒說幾句之後 我們就走了 他跟他的女兒說 我第一一定要打眼鏡 一定要打眼鏡 第二 最好搬去浪翠園 或者九肚山 那個年代 當然九肚山我們住不起 但浪翠園住不起 那個年代浪翠園是非常好風水 我們果然那裡是 那一年代很好 是啊 都有再細分的 因為即使我們住在那個黃區 但他每一座的座向 他門開在哪裏 都會有一個高低級別的影響 所以首要就是 你要先住在黃區 然後再看自己單位的流程 面向是向山還是向海 還有其他周圍的環境 有沒有一些的路沖 或者是一些的外聯頭 一些薩影響 才知道 究竟你住那間屋 有多旺利 就算你住在黃區 但是外聯頭 有一些不好的薩影響 都會令到你的財運 或者整體的風水佈局 是扣分的 嗯 OK 那另外呢 就講到八運 八運呢 更加掛 他亦都代表 停止stock的意思 是的 那我們怎樣反映 反映在這一部份呢 就是說 因為 更是有這個制止的意思 即將你抑壓 壓益 那你會看回 其實呢 在過去這二十年來 裡面來講 有些好的 要推動的政策 或者是改革 是會 沒有那麼容易可以發揮得到的 這個是講全球性的 所以你會看回 無論是香港 中國 甚至是美國 很多時候呢 你會見到那個 整個政局 以至到一些好的政策 是不得以發揮的 或者是那個 民生 民主 那個部分呢 是有些停滯不前 因為呢 更這個掛 是代表 制止 停止 有抑壓的意思 在這裏 嗯 但是你還沒講東北 好了 東北我們要見到山 因為呢 西南 就要見到水 東北要見到山 你要符合這一樣東西 才可以的 剛才我講過了 為什麼浪脆元 可以食證這個元韻呢 因為他背靠後面呢 就是有這個 蓮花山 大霧山 而他對著呢 就是外面 南北海峽 西南邊 見到水 吸水門 那這裏呢 就是符合了這個掛 如果你不能夠符合兩個呢 就可能會有一些 叫做打了折扣 可能你賺到很淺的 但是呢 身體會有病 或者呢 人丁就不會天多天亡 那如東北會在哪裏 東北會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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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張軍澳 你算不算 因為過去20年張軍澳 都發展得很厲害 都是其中一個就是講 就是東北方呢 除了我們見到在新界 例如浪翠元那邊 另外呢 就是在觀塘再入些 就是去到條頸嶺啊 嗯嗯 張軍澳那一堆呢 正正都是符合到這個元韻 那麼我們見到呢 就是過往這20年 有很多大型的新的樓盤 都是在這個張軍澳那邊呢 就輕旺了出來的 我們家是很早期搬入張軍澳的 是說著民運是多少 1989 1989 我們是1989 是Exactly1989 我們搬進去的 因為那年我就去了歐洲 嗯 然後那個年代呢 整個張軍澳啊 只有兩個院而已 第一個是英明院 是 英明院是整個張軍澳 第一個發展的屋院來的 第二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康城花園 是 然後那個時候呢 去張軍澳呢 簡直是好像 好像去郊遊一樣 去旅行 還要呢 因為那時候我們住二十幾樓 一打開窗呢 那些雲霧是飄進來的 嗯 簡直可以拍鬼片 這樣 沒有人的 整個張軍澳 回家呢 我那時候在理工讀書嘛 在poly那裡 然後你先要搭 你知道走左頓 走到左頓地理站 左頓再去這個觀塘 然後再搭巴士回去 天天好像旅行 那樣 但是現在呢 很方便啊 很快捷 整個張軍澳 跟荃灣沒有什麼分別 像荃灣 好像其他院 這樣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圓運 是帶動那個地區發展 所以不是說 張軍澳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搭觀塘 是否自己去到觀塘 跟著發展到去到藍田 現在去到日出康城 去到這個保林 日出康城以前就 哇 怎麼搞錯 那裡是垃圾地 那裡是垃圾地 非常地旅行 是的 我們會看到呢 只要圓運去到那個地方 它一發展 那裡就立即變得很興旺 會帶動那裡的人流 帶動那裡的物業發展 那個基建的發展 和連帶到那裡的紋身 以到那裡的工業 都會有一個很蓬勃很興旺的地方 嗯 OK 好 所以我們需要知道 我們的生活是受制於圓運的 而每個圓運都有它的獨特之處 我想大家聽到這裡都很期待 是不是想聽到九雲呢 但是我們夠時間了 是的 再幾分鐘嗎 監製兩分鐘 是的 那一會兒我們透露一點點 我們接下來在下一節 講這個九雲會講些什麼 那我們會講回 九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九雲是旺什麼人 你猜 有什麼行業好做 有什麼行業好做 究竟是旺男生還是旺女生 旺完男生又旺女生 應該是嗎 一會兒我告訴你 是的 是的 有什麼行業 有什麼行業 還會講 如果你是需要投資股票的 那有什麼股票 你是值得去買呢 其實大家看了 雙了一刻 雙了一台的節目 你都應該知道 第三part part 3 是最好看的 是的 所以我們就留回第三part 講一下 好 那我們又暫時說拜拜 再見 再見